我们现在看平行偏正波 刚刚是垂直偏正波 现在我们看平行偏正波 入色与理想导体平面 平行 平行就是说电厂 它在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就是XZ平面 XZ平面 它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X分量 一个是Z分量 电厂 那H厂跟这个垂直 它就是垂直偏正 当电磁波的电厂 跟入色平面平行的时候 我们称为平行偏正波 它跟这个面平行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一样 把这个入色波的行径单位相当写出来 这个跟垂直的编程都没关系 都一样 好 这个写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坡面方程写出来 坡面方程就是这个 好像变成X 这个就变成Z 就是这样子 假认为假认平行偏正波 入色波的磁场为椅子 现在我们 以假设电厂椅子很不方便 因为它有两个分量 两个分量 我们这个H厂只有一个分量 所以我们假设H厂的方向是在Y方向 我们就先假定是这个方向好了 因为你也可以判断 电厂朝那边 像这方面行径 所以H厂一定是出来的 出来的这个方向就是AY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就可以知道 它是AY方向 它的amplitude就是 入色波的政府被A1来处 这个区域的固有波竹亢 这个就是负接β1 这个是它的坡面方程 就是这个 所以你把这个带进来 它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已知的 假设你看它还是已知电厂而已 是说这个 只有一个分量比较容易写 然后就求入色波的电厂 我们用刚刚前面倒出来的这个式子 负A1Ki cross Hi 那就得负A1Ki是这个 Hi是这个 你把这个cross出来 Ax cross AY是Az Az cross AY是负Ax 好 我们导出来 这个值呢 就变成 这个A跟这个约掉了 Eoi提出来 入色波的正负提出来 刚刚我们说 Ax cross AY 是正Z 所以负的就是变成这个 Az cross AY 是负Ax 负负的正 就是这项 这个是入色波的电厂 你看它有两个分量 两个分量 你如果要求这个的话 也可以啦 你再把这个 你看这个X是正的 这个方向负的 也可以 好 假设反射波 它的反射角是θR 它的Kr 行性方向的单位向量 Kr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朝X是正的 Z轴是负的 是这样子 所以Hr 反射波的磁场 就是等于A1 EOR over A 因为它是反射 所以我们这里 加一个符号 然后这个是 Face Factor 那现在 把这个 Kr.r 带进去 就是把这个变成X 这个变成Z 带进去 这就是反射波的磁场 它是反射波的磁场 反射波的磁场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等于等于我们用连续条件把它求出来 加射波现在 加射波是这个 H场 那电场 那电场 反射波的电场 就是用这个球 负A1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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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等于A1 Kr 这个 然后 Hr 是这个 你把这个 乘出来 A1 跟A1 有的 EOR 然后这里就是AX Cross AY 跟AZ 负负得正 AZ Sine 这个 Cross这个 这个是负的 负负得正 AZ Cross AY 负AX 再成像这个 负又是正的 那这个就是 它的 反射波的电场 反射波的电场 那我们看到 在这里 我们不是 令它等于这个吗 所以它是打叉的 打叉的话 你电场 一定朝那边 这样 E Cross H 才会等于 K 所以你看它 朝这边 朝这边的话 Z是正的 Z分量是正的 X分量也是正的 好 现在我们叫决定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们就是由 边界条件来决定 边界条件呢 就是 就是 切子一 总电场 的切线分量 跟切子二 总电场的 切线分量 相连续 电场 是这个 这个是切线分量 这个是 Z分量 垂直分量 所以我们不要 这个 等等我们不要 这个 ER 也是 这个是X分量 切线分量我们要 这个不要 然后呢 在表面上面 就是Z等于零 Z等于零 就是 这一项就没有了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 E1X零 等于 E1X EIX X零 就是Z等于零 RX 这是X分量 这个也是X分量 Z分量就不要了 等于Z E2X 这是零 E2就是零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去 它就变成 只有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一项没有了 所以它就变成 EOI cosI 乘上Exponential Jβ1 3C的I 这个呢 就变成 EO2 cosC的R 这个后面也只有这一项 这两项加起来 等于零 这是很等于零 就是表面 不管你X在哪里 不管X在哪里 都是零 那我刚刚说过 因为 Exponential 是Exponential 这个量 跟这个量 它都是无穷极数 无穷多项 你带进去 都要等于零 而这个都不变 那 几乎不可能 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这两个Exponential 要相等 这两个Exponential 相等 就是没有这个无穷相 这个时候 C的R 就等于C的I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你把这个带进去 约掉 那就是 CosC的R 这个又等于相等 那就是 EOR 要等于EOI 我们解除这两个值了 解除这两个值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 HI 本来就是这个 HR 现在呢 我们假设它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两个条件带进去的 就是说 这个是入射波 这个是反射波 总波就是这个加起来了 我们刚刚已经 求出这个东西了 所以 H1 HI加HR H1 HR EOR等于负EOI 所以变成正的 正的 这个 ZetaR 都变成ZetaI 就是 H1就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整理一下 共同相提出来 然后 Exponential 相加 Exponential里头有这个共同相提出来 剩下的就是 正 Jbeta1Z CosineZetaI 这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这是正的 就写到这里 这先后没关系 这两个价格就是 两倍的 Cosine Beta1Z ZetaI 这个是它的 H场 总波 第一区的 电场呢 入射波是这个 反射波是这个 好 那么 这是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E1等于EI 加ER 这两个加起来 要把这个带进去 ZetaR等于ZetaI 然后E OR等于负 EOI 好 那它就变成什么 这个还是 这一项 这一项就变成 负 EOI 负EOI 然后这个 ZetaR ZetaR 都变成ZetaI 好 这两个加起来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合并 AX EOI 合并 CosineZetaI 里头 这一项提出来 这一项之合 那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所以它就是 这一项 这个是负负的正 减到这个 Z呢 两个都是负 所以负的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提出来 这一项相加 好 这个就变成 负二 J Sine这个值 这个就变成 二 Cosine 这个值 这就是它的 电场 总电场 负负一的 总电场 从以上的结果得知 平行 偏正 平面波 有以下的几个特性 你看 H1是这个 应该还有 E1是这个 E1是这个 H1是这个 我们看 总波里面 在垂直界面的方向上面 垂直界面的方向 Z方向 垂直界面的方向 EX 跟这个 电场的H 跟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是柱 因为这个 你看 这个形态是一个什么形态 这个是行进波 这个行进波 这个也是行进波 但是它的正伏 受Z的修饰 这个正伏 也受 受Z的修饰 这是Sine HX 这个是Cosine 还有这个因子 所以它就是 在这个 等下我看看前面一张 这个 不灵光了 奇怪 好 电场 不对 这个 这个又写错了 就是它这个波 行进波 就是这两个 行进波 Z方向 Z方向 电场 就Z方向 它是一个柱坡 这个是Z方向 Z方向 X方向 这个是行进波 E1 因为这个都是朝X X方向行进的 X方向行进的 行进波 那么 超X方向的 电场 是这个 超Y方向的 H场 这都是行进波 它的正伏 不是一个常数 不是常数 所以它是一种 所以它是一种 驻坡 形态 这个就是说 我知道 因为这两个 坡 在Z的方向上面 它的政府 受Z的影响 受Z的影响 就是说政府 跟Z有关 跟Z有关 EX跟 E1X H1Y 在空气 空间 时间相位的总波 我们看到它 因为 就是Exponential 负 J X在这一项 它是一个行进波 就是朝Z方向 是行进的 朝Z方向 行进 那么Z方向的 波数 就等于 Omega over 这个方向的 Beta1 在这个方向上的 分量 因为 V 原来的V 是这个V 朝这个方向 它是等于 Omega over Beta1 它是朝这个方向 行进的 是等于 Omega over Beta1 Cosine 要打一个折扣 Sine I 那你把这个 除上去 这就是Face1 这个Face V Face1 就是 朝这个方向的速度 V 1X 是朝 这个方向的速度 有这个关系 OK 然后 随直偏正波的情况 一样 因为 它一方面行进 一方面 它的这个 这个方向 是个助波 助波 所以 它这个 你看1万 刚好 X方向 是这个 行进 这个方向 是个 助波 这不是行进 这个AZ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 行进波 行进波 这个是一个 Z方向 这分量 好 我们看 真正的行进波 是这个 它的 Amplitude 受这个 Modified 那在 波节呢 波节 这个地方 出租等于 0的时候 那就是 Side Beta Beta1Z Cosan Zi 等于0 那要 就是等于 Side Zi 的这个角 要等于 M Pi Fu M Pi 你把Beta1 等于 2 Pi Over Lamina 1 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字 然后M等于123 这就是 波节 这就是 波节的位置 你在 波节的位置 放 刀体的话 那 波在这里 反射的情况 跟在这个地方 反射的情况 一模一样 所以它左边 的电场跟磁场 跟这个地方的 电场磁场 完全一样 你不会因为 你这里摆一个 Perfect Conducted 的波片 就改变不会 然后 我们看 就是 电场的 总波 H厂的 总波 那么H厂 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是这个 于是我们 就可以求它的 Pointing 相量的 平均值 一弯 Cross 这个 好 一弯 Cross 不是我们把这个 Cross 这个 这一项 Cross 这个 AX Cross AY AZ 取实数 你看 这个有J 这个没有J 所以它 一Cross 起来 这是一个虚数 就不要了 这个 乘这个 都是实数 所以就是这一项 从这一项 取实数 那这个 从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大小 Cross AY Cross A AY AZ Cross AY 就是AX AX 负的 所以这变成正的 2 乘2 就是4 4倍2出 2 这两个相称就是 EOI平方 A 3C的 I还在 这两个乘起来就是 cos平方 这个是正 Exponential是正的 这Exponential是负的次方 这等于1了 所以这个就是 Bornington向量 你看 Bornington向量 指在 X方向 就是 朝X方向行进 朝X方向行进 OK 所以它是一个坡 X方向的行进坡 不过它是不均匀的 行进坡而已 不均匀的 平面波而已 好 现在我们看 导体表面的感应电流及密度 所以表面电流要H长 H长 N2是等于这个 我们就利用这个来 Z等于0的地方 表面 表面 就等于E 所以它这个就等于 所以它这个就等于 这是负AZ 这个AY 这个等于E 等于E 然后 这个 现在 因为它后面有个Z 就不要了 这只要X这个就好了 AZ cross AY 负AX 所以它就变成正AX 这个值 乘上这个 这个是表面电流密度 这向量是 它的实学形态 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乘上这个 这个乘上这个 乘上Cosin J Omega T 次放 那就是变成Omega T 减掉 Beta 1 X Sin C 这个就是它的实学形态 我们看它的电荷密度 就要用到 用到这个式子 等于这个 这也是 这是电荷密度 不过它有个Surface 叫Surface Charge Density 有的书上这么写 有的书上这么写 它是在 N2.E1X Z等于0 那么 Z等于0这项就没有了 它只有这个东西 AZ项 那这个N2 是负E2 负AZ 然后这个是 Ipsilon 1 E1 E1 Z等于0就没有这项 只有这一项 这个 负 Ipsilon 1 AZ 那这个 AZ Dot 这个 就是 我们还是 两个下面都相成了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就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Z component 这个 Z等于0 就是Z等于0这里 这项就没有了 只有Z component Z component的话 那这个 这个没有了 AZ AZ 就是一了 就是负的 这个值 那就是等于 负的这个 负的正 这2 OI 乘Ypsilon 1 Ypsilon 1 然后Sine Theta 这个等于0 这就等于1 就是 就是这个 这是表面 电荷密度 那么它的 向量是 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就成长这个 那就等于 这个前面都还是一样 后面就去Cosine Omega T 这样就好了 以上是这个立体 这个立体 立体7 立体7是说 有一个 均匀平面电磁波 它的平均功率密度 是10个W per meter square 频率是200个 MHz 在飞磁性 无耗损 介质中传播 电草 是这个 你看 它有XY YZ 三个分量 其实这个 我们可以看成是 平行偏正 的部分 这个是垂直偏正的部分 所以这是平行偏正分量 这个是垂直偏正分量 它入射于XZ平面 这是一个理想导体 现在要求 入射角及介质的相对 界电常数 还有它的正幅 反射波 反射波的相量是 入射波与反射波的偏正形态 好 我们看 入射角 求入射角跟介质的相对 界电常数 这是我们假定 入射波一般形态 它的电厂 它的偏正 电厂的震动方向 有这三个分量 这是它的 相因子 β1 就是第一个界值 里头的相成数 那么 K1 就是在 就是KI 就是这个 入射的 入射波的行进方向的单位相量 它 题目给我们是这个值 那我们就比较这两项 我们就发现了 电厂的X分量 是等于 这个 它前面的Face 就是 没有 就是零度 Y分量 它有负的 大小还是这个 负的 负1 就是Exponential Y分量 就是J 大小一零 J就是Exponential J 二分之牌 次方 现在 以致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 题目已经告诉我们 它的 相因子 是等于这个 相因子 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它的这个 单位 就是Beta1 这个程度就是Beta的一个向量 Beta1 就是第一个介质里面的向常数 有三个分量 那么R就是任意位置的 波面上任意位置的 位置向量 到底以后呢 就变成Beta1 X Beta1 Y Beta1 它比较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比较 因为这两个都是向量 所以 X分量 跟X分量 要相等 Y分量 跟Y分量 相等 Z分量 跟Z分量 相等 就是说 两个向量相等 它的分量 一定要相等 各自分量 要相等 所以 Beta1 X 它其实是Beta1 Sine Zi 是等于 跟它R P Beta1 Y 也是一样 它是Beta1 Cosine I 大小也是 二分之排 BetaZ 1Z 等于零 那向常数 就可以求出来 因为这个分量 都求出来了 所以 把这个 带进去 就是二π平方 加二π平方 加零 整个开根好 对二π Beta1 就是等于 这个值 Tangent Zi 就是这两个 比值 这个比上这个 那就等于 E 所以 它的入射角 就是四十度 那根据 那根据 根据 Fresh Nel 反射定律 那么 Zr 要等于Zi 所以 BetaZi 是等于 根好二π Zi 是四分之排 所以就等于 Beta 这个就是Beta1 一根好二除了 其实这个就是 也可以求出来Beta1 在二π Beta1等于二π Beta1又等于 Omega根好 MuY 那么Y 是等于Y0 乘上YR Mu0 Y0 是等于 四一分之一 开根好 所以这里头 所以这里头 有一个 YR 根好YR 在这里 那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十字 算出来 它就可以 我们 这个跟这个相等 二π 约掉 它就等于 F分之 C的平方 C是这个 三整十的 八字方 F 两π Megaert 除一除 平方 就等于 2.25 好 我们现在要求 它的正幅 以至它平均 功率密度 是十个Watt per meter square Ex 我们算出来 前面我们 已经算出来 这个字 那 平均功率密度 是 入射坡 的大 正幅的大小 平方被二π 二ata one 出 二ata one 那这个呢 就等于三个 分量的平方 和 好 又是一零了 一零平方 就是两倍的一零平方 被这个除 它就是 一零平方 那题目告诉我们 它是十个Watt 所以你就可以把 一零 求出来 那这个 二ata one 是什么呢 二ata one 是等于 这个 那 Mu0 over epsilon zero 是等于 二ata零 所以它就等于 二ata零 over 根号 epsilon r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值算出来 十 乘三百七十七欧姆 根号 二点二五 五十点一个 Volt per meter 求反射坡的 向量式 这是入射坡 提供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把 这个 这一项当作是 平行偏正分量 这一项当作是 垂直偏正分量 平行偏正 就是这个 你看 ax-ay x正 y是负 垂直偏正 就是z分量 这个 就是代表这一项 这是入射坡 电厂的垂直分量 这一项 就是代表 这一项 就是这个 它是入射坡 电厂的垂直偏正分量 入射坡与反射坡 行径 是单位向量 这是入射坡的 行径单位向量 你看 x正 y也是正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是 sit-i 我们 求出来了 所以它就是等于 这就是根号二 45度 这个呢 就是反射坡 反射坡 是这个 你看 它x正 y是负 这个还是根号二 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 这个值 假设反射坡的电厂 垂直分量 反射坡 反射坡的垂直分量 是这样子的 这个 是它的amplitude amplitude 这个呢 是它的向音子 beta 还是在 因为这是 perfect condenser 所以它还是这个值 那kr 就是这个 都是r univector 那我们知道 这个呢 kr.r 那就是等于 好像把 ax 换成x ay 换成y 一样 它就是 根号二 pi x-y ok 那 入射坡 是x加y 这是x-y 就是x是正的 方向传播 y是负方向传播 假设反射坡 平行的分阵 平行 偏正的分量 是这个 平行偏正 它有 两个分量 平行偏正 一个是x分量 一个是z分量 一个是z分量 一个是y分量 这是x分量 这个是y分量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项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 题目上面的 就是说 这个方向就是x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y方向 那这个只是大小而已 就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反射坡里面 这个不知道 这一项也不知道 这一项也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求 这三个ampitude呢 我们就是用 边界连续条件 在y等于零处 它的电厂的切线分量 相连续 我们把这 路射坡的垂直分量 路射坡垂直分量 写出来 路射坡的平行分量 这个都已知哦 写出来 好 反射坡的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 这个不知道 平行分量 它的两个分量 我们也不知道 这次求出来 你才知道 这个是叉叉 这个是朝这个方向 这三个不知道 那我们用零 在y等于零之处 切线分量 相连续 y就不是切线分量 y分量 只有z分量 x分量 z分量 是相连续 是相连续 所以 它入射坡 垂直分量 里头的这一项 平行分量里头的这一项 加上垂直分量的这一项 反射坡 z分量 z分量 要 这个不要 只要这个 要等于零 好 那这里就是 有两个项量 一个ax 一个az ax分量 加az分量 等于零的话 就是两个项量 那么 那么x分量的大小 要等于零 y分量的大小 要等于零 所以这个 加这个要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 这一项 要等于负的 根号二 零 这是它的方向 平行分量 好 垂直分量 这个等于零 那就是 这个值 要等于负 az 的这个 所以 这两个 求出来了 就是反射坡的 但是 反射坡的 平行 偏正的 y分量 还不知道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已经是 连续条件了 连续条件 我们用过了 用掉了 我们就再用一个 叫做坡 是一种横坡 这还不知道 我们就说 这是垂直分量 这一支 因为电磁波 是横坡 那这个不知道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括弧里头 这个 括弧里头 我们就可以写成 平行分量的x 平行片称的x分量 加上平行分量的y分量 这是向量 到底以后 到底以后 这个我们知道了 Kr我们知道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两个就等于 根换2 乘上这个 不要相当就是大小 它的方向就是ax方向 这就是ay方向 负的 更好2 分之1 乘上这个 这要等于0 横坡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下 跟这一下 就是反射波 平行片正的x分量 跟y分量 要相等 要相等 它就是等于负的 因为 这个已经 有一个已经知道了 所以 两个相等 就等于这个东西 这就证明 这两个相等 所以 垂直分量 是这个 平行分量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它的大小 是等于负的 根换2 分之1 0 这个 那就是 这个里头 这三项都知道了 垂直分量 平行分量 所以反射波的电场 就是等于 垂直偏正分量 加上平行偏正分量 就是这个 加上这个 这就是反射波的 向量式 这一项就等于 这个东西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 波的偏正状态 是 现偏正的还是原偏正 还是椭圆偏正 还是椭圆偏正 我们以前看的是 从Z方向的 行进的平面波 它有两个分量 X分量跟Y分量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这是Z方向 传播方向 那 X EX 往EY的方向弯曲 这个是Z方向 有这种关系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写在前面 这个分量写在后面 然后呢 我们把后面这个 比上前面这个 叫做A Y分量的Face 减掉X分量的Face 就是相差 Face different 就是Delta 对不对 我们从这里来判断 比如说A 比如说这个Delta 是零 或者Pi 那这是线偏正 如果这是1 这是二分之Pi 这是左旋圆偏正 1 负二分之Pi 就是右旋圆偏正 等等 那现在我们看 现在不是XY 它是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 那怎么套这个狮子呢 那我们就看图啊 看它的传播方向 如果传播方向是这个 它是EX 往E垂直分量 垂直偏正 往平行偏正方向弯曲 正好是传播方向 那么我们就把垂直 偏正写在这里 写在前 平行偏正写在后 等等笔直呢 就是后面这个 笔上前面这个 然后 相差 也是后面的相差 平行偏正的相差 减到垂直偏正的相差 要等于这个 跟它一样 判断 比如说这个是 零或者二分之Pi 零或者是Pi 就是 线偏正 这个是 1 它如果是二分之Pi 就是 左旋圆偏正 二分之Pi 就是右旋圆偏正 等等 好 如果 传播方向是这个 它是 平行偏正 往垂直偏正 这边弯曲 正好是K的话 那你这个式子 就要写成这样子 这个写在前 这个写在后 然后呢 就是 这个 的 amplitude 笔上这个的amplitude 然后这个是 垂直偏正的相 的相 这是平行偏正的相 这就是相差 OK 我们用这一套 OK 好 因为以前我们只讲这个 现在突然遇到这个 你怎么变 那我们就 看看以前 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 制定 这样子的一个 判断方法 好 现在我们看 路舍坡的偏正状态 路舍坡是这个 它是 Z方向 平行偏正 它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根号二 乘上这个 我们可以用 univector 平行 路舍坡的平行偏正 的 震荡方向 那我们从图上 那我们从图上可以知道 垂直偏正是这个 出黑板 出这个 荧幕的 这个呢 X是正 Y是负 可见它是 朝这个方向 那传播方向 是这个 那它是 那应该是 这个 垂直 分量 往 平行分量 这边 平行偏正 分量这边 弯曲 是行进方向 所以 我们就可以 把 路舍坡 写成 这个先写 这个后写 OK 然后我们就把 垂直偏正 写到这里 平行偏正 这个写到这里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来判断 这个大小就是 E0 被E0除完 等于E 相差呢 这个相差 这个相是零度 就是E0 乘Exponential J零度 这个是有个 J 就是E0 Exponential J 二分子派 零减二分子派 就是负二分子派 所以这是什么 迎面而来的话 这个是 右旋 原篇正 但是我们 提摩斯问你 眼睛在这里 看着它过去 这里看它是 右旋 原篇正 朝这边转 你后面看它 就是这样转 就变成 左旋 原篇正 反射波的 偏正状态 反射波 这是垂直 偏正 平行偏正 是这个 你看 负AZ 负AZ Z是出荧幕的 负AZ 就是打叉的 进去的 这个 两个都是负的 负Y 负X 所以它是朝这一边 那 像这种方式 那就是什么 平行偏正 往垂直偏正 方向 弯曲 是传播方向 所以你叫 先写这个 再写这个 所以 反射波的 电掌 是先写这个 再写这个 这个是 平行偏正的 单位向量 这个 垂直偏正的 单位向量 这个是平行偏正的 单位向量 好 那我们就把 这个 单位向量 写在这里 这个平行偏正 是这个 垂直偏正 这是负AZ 切 这个 那现在 这就好像 以前我们的 这Z方向传播 这是X分量 这个是Y分 X方向 这是Y方向 好 它的 笔直 这个可以当做 这个 乘这个 就是U 这个 就是这个 它有一个J 那我们A是等于什么 A就等于10被10除 E 好 那这个是 零度 像是零度 Exponential 接零次方 这个是Exponential 接二分之排次方 所以它的相差就是 二分之排 这个减这个 因此 这个是什么 篇正 这个是 左旋 原篇正 左旋 原篇正 好 现在我们看 第六个 题目 立题 入色波是这样子 五成 AY 加AZ 这是单位相量 更好三 这个是它的 相因子 入色于 Z等于零处 的理想到底 平面 要求 波的频率 跟波长 入色波跟 入色波的电场 跟磁场的 食血状态 入色角 反射波的 向量形态 还有反射波 空气中 总波 电场 总波的电场 跟磁场的 向量形态 好 这是我们看 它给我们的题目 是这样子的 题目 它KX 超Y是正的 超Z也是正的 超Y是负的 超Z是正的 超Y是负 超Z 你要把这个K写出来 波上任意一点的位置 是这个 所以 我们已知是这样子 这个方向 行情方向 从这里看 Z是正的 Y是负的 所以画这个 然后你假设K I等于这个 R等于这个 我们另 向常数 在第一个 介质是负的1 所以 向因子 一般形态是写 负J 负的 I 就是 可以写负的1 就是负的1 负的I 跟负的R 是一样的 负的1 然后K I K I 是这个 它要等于什么 已经等于这个 所以 我们就知道 负的 这应该是 1 Y 是等于 负的 1 Sine Theta 正的 要等于 6 跟号3 Beta 1 Z 负的 这个乘这个 这也是负的 所以它就是 Beta 1 Cosan Theta 等于6个 等于6 从这两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 Beta 1 的大小就等于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 这个平方就是 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就是 6开出来 3加1 12 Beta 1 就是12个 Radiance per meter 那么 Sine Theta I 我们就 求出来了 因为 Beta I 是 12 所以Sine Theta I 就是2分 更好3 Cosine Theta I 这是12 就是2分 1 那这个只好 Sine Theta I 等于什么 60度 入射角 是60度 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好 现在我们要求波的 频率跟波长 向因子 常数 是这个 Omega 更好 μ0 Y0 等于2πF Omega 是2πF 这个导数 就是光束 C的 所以 F 它就等于 C成果 来 被2π 出 C Beta I 求出来了 2π 等于5.73 成10的 8分 Hert 脚频率 2πF Omega 等于2πF 等于这么大 波长 Lamina over C Lamina 等于 C over F C over F C是3乘4的8次方 F5.73乘4的8次方 所以 波长也 求出来了 好 我们写出这两个 入射坡 电场跟H场的 实斜形态 这是它的向量形态 入射坡的向量形态 那 H 先求HI HI我们用这个式子 你知道EI 求HI用这个式子 这个一定要常常用要记得 好 E Italian KI 入射坡的 穿坡方向 Y是负的 Z是正的 Cross EI EI 是这个 你把这两个Cross一下 这是377了 那这个你把60度带进去 就是这个 这个Sine 60度 二分之更好三 Cosine 60度 二分之一 Cross 5 乘上AY加上这个 这个算出来 正好等于 负10 负10 被377除 就是这个字 或者是 你377 写成120πΩ 那被10 分之10的话 那就变成12π 这就是H常的 向量形态 入射坡电场的向量形态 那 十学形态就很简单了 十学形态 把向量形态称赛 Exponential J Omega T就好了 那这两个合并 然后去Real 就是Cosine Omega T 加上6 更好3Y 减6Z 好 这个是 入射坡的 十学形态 我们知道 第三个是要入射角 入射角 60度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好 现在 我们要求反射坡 反射坡 它的ER跟HR 它的限量形态 我们知道它的 入射坡的反射角 入射角跟反射角 等于60度 反射坡的行进方向 其向常数 这是行进方向 反射坡 你看 它Y是负的 Z也是负的 这是60度 所以 二分之三 这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 行进方向的单位 向常数 Beta112 The radians per meter KR 就是这个 然后R 这个DOT 起来以后 Y DOT Y 二分之一 称之上这个就是6 Z Z DOT Z 二分之一 这个 就是6 所以 反射坡的向因子 我们求出来 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那 入射坡的 向量形态 我们现在假设 这是已知 假设反射坡的向量形态 这个不知道 是假定是这个 那这个我们 就是它一般形态 是这样子的 可是这个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不知道 它是反射坡 它有 你看反射坡 它是在 X 它是在YZ 平面上面 所以它有Y component 有Y component 有Z component Y component 假定是这么大 Z component 假定是这么大 这个合起来就是 反射坡的 正符 这个是它的向因子 刚刚求出来 那现在我们 就是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那我们要求这两个 用什么办法求呢 就是由 就是由 入射坡 的总坡 在Z等于零之处 切线分量的电场 要相连续 那电场 切线分量 你看 Z分量是垂直分量 我们不要 只要Y分量 只要Y分量就好 然后Z又等于零之处 所以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了 那于是 Ei 入射坡 入射坡 这个是切线分量 这是它的 这应该算是切线分量 这个也是一个 AY就是切线分量 一二 对切线分量 只要这个 这个垂直分量不要 这两个垂直分量都不要 然后 后面这个Z等于零 像阴直上面的 指数就是这个 我们说 这两个加起来 那等于第二个 介质的 总坡 对切线分量 第二个介质 理想到底就 一二等于零了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求出来 一 RY 反射坡的Y分量 的正幅是等于 负五个Volt Per Meter 那么 反射坡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负五带进去 可是这个不知道 这个还不知道 但是 连续条件已经用过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用 坡 电磁坡是一种横坡 横坡 反射坡的 行进方向 跟反射坡的电场 要互相垂直 两个互相垂直 到底就是零 因此我们就把KR KR是这个 这个值呢 就是这个 刚刚就说了这个 DOT起来以后 Y到Y Z到Z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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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 就应该写 RZ 等于零 等于零 那我们就得 RZ 就是反射坡的Z 分量 是等于5 跟耗3 所以反射坡 我们都求出来了 是这个 是 好 现在 反射坡的电场 已经知道了 要求H厂 H厂就是 用这个 十字球 A到1 A到0分之1 乘上KR XER 这个是KR ER就是我们 刚刚求出来的 这是120π 或者377 120π 这个乘出来 就是负氏 AX 这个 好 比一下 就变成 这个值 这就是 反射坡的H厂 H厂是 只有 只有这个分量 X分量 就是垂直分量 垂直 好 我们看 总电场 总磁场的 向量 这个也知道了 这个也知道了 EI 入射坡 的电场 这一项是 反射坡的电场 相加 那我们就Y跟Y 合并 Z跟Z 相合并 它就等于这个值 你看Y跟Y 合并 OK 然后 共同相提出来 这共同相 5也是共同相 这个6更好 3Y 共同相 那么这个就变成 正的 负 J 6 Z 加上 减掉 Exponential 正的 J 6 Z 那Z 跟Z 合并 共同相提出来 5提出来 5更好 3都提出来 然后这共同相 摆在这里 好 这个就变成 Exponential 负 J 6 Z 好 这是负的 这个是加上 Exponential 正J 6 Z 那这个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 2 负2 J Sine 6 Z 那这个加起来 就等于2 Cosine 6 Z 那乘上外面这个字 这个是它的 向量心态 我们只要求向量心态 HX 也是一样 入射波 反射波 你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都是X方向 负的 AX 12% 提出来 共同向 提出来 这个就是负 Exponential J 6 Z 这是正 Exponential J 6 Z 这就是两倍的Cosine 6 Z 两倍 跟人家约就是 6百分之 这个字 第七章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啊 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